主題字幕 李宗盛 那我們呢 之前做過這一個電路呢 電池電路 我們把這個電阻呢 這邊是 红、紅、中 就是把它這邊點開來 點一下之後有一個齒輪 然後點一下這邊呢 把它改成紅紅中 這樣就會出來 這個220歩 因為這邊是中是代表10的一次方 那這邊有一個誤差值是1% 200的1%就是 大概就是接近這一個值 -1.54歐姆 但這個值呢就是 因為它也是有一點亂出的成分 所以大家不一定都會一樣 這個200就是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紅色就是這個 那這樣加起來就是218.46歐姆 然後呢這個 我們要去計算這個電流呢 就是 就是看看就是說 我們把這一個電壓呢 除上呢 這一個電阻呢 就會得到這一個電流 那接下來我們要加入這個LED 就是說按照這樣的一個方式 按照這樣的一個方式 按照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加上這個 三用電表 再來去量測呢 這個 跨在 電阻上的這個電壓 所以我們就是先 拉出這樣的一個電路 這邊我們把它刪除了這邊 就是 這個是 他本來他是 22.89就是這裡本 這個電路的 那我們呢 接下來就是加入這個 LED 可以 拉過來這裡有一顆LED呢 點一下就會跑過來 然後我們這邊呢就是 給他一個 缺口 那你可以這樣子 把他 拉過來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LED他不會亮 他不會亮呢 實際上這一個 網站這邊 這邊 的這個LED他是 畫成是一樣的 這兩隻腳是一樣的長度 但是實際上 這個 這邊呢 仔細看這裡呢 他的裡面是不一樣的 那 我們應該要 把它 點一下 然後 然後我們把它點這個 Flipper 他實際上應該是像這樣子 這個長角應該是在 這邊這個 裡面的電極 比較是 1 字形的 那這邊呢 然後 比較是突出來的 有突出來的部分 這個是音 所以這邊應該是比較長 這邊比較短 我們現在 把它 Flipper 把它 就是做這個 翻轉之後呢 再拉過來 他就會亮 那這個時候呢 然後呢 他的這個 這邊的 電流會改變 因為他這邊 這個 電流回路的 總電阻已經不一樣了 他就是像 講義這邊提到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 可以來看看說 這個LED的電阻 是多少 好 這個LED的電阻是多少呢 就是我們可以 拉出一個 三用電表來量測 就是呢 我們到這裡來 拉一個 三用電表 然後把這個拉過來 把這個拉過來 來 那注意他為什麼現在沒有 因為他現在 沒有獨子 因為他現在這邊是off 那我們現在要量電阻 要打到歐摩檔 好 就是 那這個 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LED的電阻 我們可以再拉過來一點 好 就是 這邊呢 這邊呢 你說說這邊呢 實際上這樣的值 0.000437 這個就是他的 電阻值 0.000437 0.000437 好 那你不管拉在來拉到這裡 實際上它顯示在這邊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呢 這邊的 這邊乘以10的負荷是指這個刻度 好 在這個 打這個檔的時候 這個刻度呢 這個電阻值以上是代表 這個2是要乘上10的負荷 這些都是 這些子都是一樣 那你打到這裡來的時候 這些子呢 都要乘上 10的負荷 那因為他這個子真的很小 所以他就是 一直是在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來量一下這一個 電阻的電壓 我們把這個 用電錶的紅色的碳棒拉過來 然後呢這邊就是 拉到這裡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你沒有了 多指呢 你就要 你就要注意了 以上啊這個 可能就是因為他現在是量這個電阻的 所以裡面 所以這個 碳棒呢 接到這個 三用電錶的這個電路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 可以把他 轉到這個 量測電壓的 地方 把他 拉過來 就發現了 你把他 同樣的三用電錶 把它轉到 量測電壓呢 這個 L1D呢 就會亮 所以要表示說呢 這個 在這個 量測電壓跟量測電阻的時候呢 這個 三用電錶 這個 碳棒 接到的這個三用電錶的電路呢 是不一樣 碳棒 他這個邊呢 他是 3.431922 伏特 就是像 這個講義這邊提到的 所以呢我們第一題就可以 這個應該是第二題呢 就可以 去 去 得到 這個量測到的 用三用電錶量測到的電阻上的電壓 VR 那我們 這邊呢 就是你也可以用 用 用這個 電流來去計算呢 跨在這個電阻上的電壓 就是把 這邊剛剛看到的這個 電阻呢 乘上 這裡 的這個電流 15.7m 看看 得到的值呢 就是 第一小題的 然後再 看看說 這一個 跟這個 用三用電錶量測到的電壓是不是一樣 那我們也可以來 到第三題就是要用三用電錶量測LED上的 電壓VL是多少 就是呢 把這邊拉過來 好那這裡 三用電錶顯示的 電壓值是 1.568 078 就是 這個VL VL 那我們可以 再把這兩個值呢 把它加起來 好 大概這樣看一下 加起來就知道 加起來就是 5伏特 好所以這個 第四題 是 VR加VL 是等於電池的電壓 啊 接下來這邊呢 好有一個題目了 我們是要去量測這個 流過的電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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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三用電錶來量測電路的電流 喔 喔 那 從這個講義上看來 這個是要把 這個原來的這個 電路呢 把它拆開 然後讓這個 電流呢 從電池正極的電流 流過這個電阻 然後流到 然後LED的正極 再從LED的負極流出啊 然後流進 這一個 三用電錶的紅色碳棒 然後再 電流呢 經過 三用電錶裡面的電路之後 再從 三用電錶的黑色的碳棒流出啊 然後再透過 下面這個電線呢 再流到 電池的這個負極 所以呢 要這樣子呢 讓這個 所量測的電流呢 是 通過這個 三用電錶的 紅色碳棒 再從 黑色碳棒出啊 這樣才能夠去量測 電流 所以呢這是 我們 來試試看 就是 把這個 這邊現在就是要把這一個 線把它拆掉 然後呢 把 黑色碳棒接過來 然後把 紅色碳棒 接過來 那現在這個是 跨的這個電壓 那我們現在是要去量 電流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三用電錶的檔 移到 電流這邊 這邊 這邊 現在兩則的就是 0.015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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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這一個LED,它就是會一直是亮著的 那我們如果把這個電池,換成是個交流電 那它呢,就會有這個LED閃爍的現象 那我們接下來試試看 我們先把這個三用電錶 把它關閉 然後把這個線路呢,重新接起來 然後我們這一個電池呢,我們把它刪除 然後換成這一個,這個是個交流電源 我們把這個交流電源呢 然後,點一下這個齒輪 然後我們把它改成5伏特 然後呢,我們把它做一下這個旋轉 現在要把它轉90度 選一下這個90度 然後我們再拉過來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LED呢,它就開始很快的閃爍 那它這個閃爍的速度呢,我們大概計一下 那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個這邊呢,把它改成30 你會發現它就會變慢 所以這個閃爍的頻率呢 這個切換的速度 越慢的話 越慢的話 就表示這個頻率是越低 可以再按4 就覺得它是很慢 好 那我們現在如果把這樣的電壓呢 把它變成4 變成2 好 可以感覺到這個 網站呢 它怎麼樣去 好,你會覺得它這個是 這邊紅色的充滿的是比較 比較 的範圍是比較大 那這一個呢 如果2的話 它也會閃爍 但是呢 感覺上有 比較沒有說 這個紅色的 那麼多這樣子 就是它這個亮到最 大的時候 它停的比較久 也是這種感覺 那我們呢 還可以加上這個開關 這個開關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邊把它移過來一點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我們把這個 開關 拉過來 把 這邊拉過來 然後這個 它也是 可以 閃爍 我只是說呢 我這邊呢 可以 關閉 關閉這個 通路 可以這個 打開這個 通路 讓這個 電流可以流過 那這個開關還有另外一種 然後 我們把它 先把它 刪除掉 我們 這邊呢 把它 拉回來 然後呢 我們可以 把這邊 複製起來 然後 然後 按 按 Ctrl C 然後到這邊 來呢 按這個 Ctrl V 然後把它 位移過來 然後呢 我們這邊呢 先 可以確認一下 這個是可以 兩個 燈可以 同時 閃爍 那我們現在 是一個 東西叫做 雙刀雙子 開關 就是在這個開關這邊 有個點點點 這邊點一下 會有這個選項 再給它 點一下 這裡呢 這裡呢 我們把它 我們就是 因為它這邊 實際上是一樣的 電路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這一個呢 把它 把它跟這裡 把它合併起來 這邊這一個 這裡實際上也可以從這邊 接過來 它實際上 它也可以接過來 當然這樣是錯誤的 這邊應該要有一個 通路過來 不過現在我們就是說呢 不過現在我們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就是把這裡 把它拆開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現在把這一條接過來 那你可以想見呢 當 這一 我們先試試看 把這一條呢 把它接到這裡來 這個是不是就會亮 好 那如果說我們把 那如果說我們把 這一條呢 拉一條 接過來呢 這個就會亮 所以這個可以 可以去理解 好 因為你把這個 拉過來的時候 它這一個地方 就變成一個通路 好 那現在這一個就是 我可以把它拉過來 這裡 那現在這邊是 所以會亮 是因為說 這兩個 接角是 相連 那我們呢 可以也可以把 這一個呢 拉到這裡 好 那 那 現在這邊呢 就是要去 切換 切換 這邊切換 過來的時候呢 就換成這一邊來亮 好 因為現在要換 中間這一個接角 跟下面這個接藥是通的 好 我們再點一次 好 這邊是這樣子 那這個雙刀雙子 就是說呢 實際上我 我 我這邊是 我這邊是 就是有一個刀子呢 就是 這個它是 它 可以切到跟 中間 它跟這個 中間這個接角相連 那它可以切到上面呢 那它也可以切到下面 跟下面這隻腳相連 好 就是 透過這個 我們 去波動這個 開關的這個 就可以來切換 那只是說它是雙刀雙子 應該就是因為它這邊 右邊也有 三個接角 那也是類似的情形 好 它也是 撥過去的時候 好 可以 讓這邊 這兩個角通 然後撥下來 可以讓這個兩個角通 這樣子 所以它等於就是有兩個刀 一個是在 左邊這邊 一個是在 右邊這邊 好 所以它叫做 DP ET 好 D就是Double 就是雙 雙 雙個 刀呢 雙子 好 你如果把 這個 現在這個 拉過來呢 好 它就不會亮 表示這兩個 是沒有通的 好 它左右呢 是沒有通 那我們呢 把這一個 角呢 接過來 再把這一個 角呢 接過來 它這樣子不是很好 切 我們先把它 接到下面來 然後呢 再把它 接一條 接過來 接過來這裡 好 那所以你發現 右邊的這個 接角呢 好 也是 一樣的功能 然後 我們把這個 刪掉一下 我們把這個 刪掉一下 然後 我們 回到這個 簡單的 電路 我們把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交流電源的波形 好 這邊有一個 那個 試波器 我們 把這一個 紅色的接頭 拉到這裡 來 黑色的接頭 拉到這裡 我們會 看到這個 訊號 看到這個 訊號 那有時候 你如果沒有看到訊號 這邊要確定 它是沒有打勾的齁 那我們看看現在的情形 可能 我們把它 轉一下 如果當你跑不出來的時候 就 把它換一下位置 然後這邊 我把它可以調整 這邊 就是 講到這裡呢 它是 這邊 這裡 我可以 如果講下來一點 它就會變得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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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平的每一個 的時間 比較小 所以它要更多個 去表現一個 周期 那我們 這邊呢 就是 是 是改變這個 橫軸的 這個 每一個 的時間 那這邊 是改變 中軸的 每一個 的 這個 電壓 不用把它 弄大一點 就是 如果它是 會變成 每一個比較大的 的話 它就 同樣的 電壓 它就用 比較 少的格數來表示 就是 那這邊 這邊是因為這邊 有被動到 所以它 跑到 它的 零浮車 就要跑到下面了 如果說 我們把它 拉到這裡來 它就會變成 零浮車就在正中間 所以 上面這個 是要調整 這一個 它所顯示的 這個 高度 這波音顯示的 高度